多謝主席 澳門作為著名的東西文化交流中心 擁有豐富的文化藝術底蚊 回歸以後 特區政府促進表演藝術發展 取得一定的成績 為了配合本澳世界旅遊遊遊行中心的定位 政府必須加強對本澳文化藝術事業的支持 隨著文化藝術表演日益蓬勃 現時可供演藝團體或個人進行展覽 演出排練的場地嚴重不足 現有的設施又不完善 據反映 澳門場地設備比較單一 有些甚至比來致落後20年 場地各閒表演與格局等等的問題 有些是沒有升共台等 令到某些團隊即使是比較優秀的 又難以搬到澳門上演 不利於本澳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有文化界的朋友向我投訴 本澳演藝場所回歸後有感無爭 救科民眾中心多功能廳 工頂劇院等場所未見重新對外開放 對演藝場地奇缺的現象 雖不斷地公開呼籲 但得不到東國的回應 感到十分的不滿 澳門太少中小型的劇場 文化中心經常爆滿 租場地是非常難的 一般要提早兩年向東國交計劃書 如果不是 動棋就插針不入 除了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事業的迅速發展 作為一個人口 然以超過六十萬的邁向國際化的城市 竟然沒有一個擁有固定上蓋的戶外演出場所 實在講不過去 雖然由政府資助的男士 搭有上蓋的戶外演出場地 一年之中都不少 但是演出之後便盡快地將場地還原 而且這樣一察一見所花費的公筒不少 每一方夏天表演者更是苦不堪言 男士搭建表演場地實屬權移之策 東國應該依據人口政策 和文化藝術的發展需要 盡快訂定短中長期的文化發展規劃 逐步增建和善用各類型的表演場地 短期來說 東國應善用限制的空間和發掘民間場地 如擁有相應設施的民間劇院 社區中心等等 可以廉租風式與演藝團體駐場發展 也可以借鑑香港或新加坡等地區的經驗 由政府購買工廠大廈或利用限制的土地 建設具本土特色的藝術區和文創基地 這樣既有助於營造良好的文藝氛圍 提升區域的吸引力 也為各類的文藝表演者提供排練和演出的平台 促進本土文化藝術水平不斷的提升 長遠來說 為促進表演藝術發展 配合專才成長 當國有必要密點興建可供與藥遭用 借用的大型藝術中心 以滿足藝術團體和文創產業的需要 現時本澳首具規模的表演藝術場館寥寥可數 除了澳門黨文化中心以及賭場大型的表演場地之外 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當選擇 就算是經常有演出活動的文化中心 也不算是一個具規模的 以及擁有國際一流設備的表演場地 因此要使文化藝術事業得到重足的發展 必須擁有具國際水平的大型表演場館 有關東國曾表示 為爭取興建更多的表演場地 如新田海土地將會興建大型表演中心 或已在孖國附近的造船廠興建等等 這雖然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何時能夠公佈具體方案和逐步落實 東國都仍然是沒有時間表的 希望東國能夠加強與文化藝術界的溝通 回應業界的訴求 興建更多適合各類型的 演出的大型、中型、小型的場地 從而實現設表演藝術 帶動文化、旅遊等產業進一步發展的目標 多謝